一场万年难遇的仙女座流星雨正在上演 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此时地球上空 一颗体型巨大的流星 混杂在流星群中高速撞向地球 经过科学家监测其体积达到惊人的19公里 这是导致恐龙灭绝的两倍大小 如果撞击到地球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忠实的地外卫星月球发挥到它的作用 高速的撞击导致地面都看得一清二楚 数秒过后 撞击碎片开始坠入大气层 虽然经过大气的燃烧 还是有无数颗陨石掉落在世界各地 这时天文台再次传来消息 此时正有一颗直径约100米的月球碎片 再次向地球袭来 穿过了大气层掉落在澳大利亚海岸 顿时掀起数百米高的巨浪 好在有了提前预警 把灾难降到了最低 很快大家恢复了正常生活 这次事件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然而只有大卫感觉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发现候鸟突然提前迁徙 接着很多设备突然断电失灵 甚至棒球场上无缘无故地散发静电荷 大卫觉得种种怪异一定与天上的月亮有关 直到这天陨石搜寻者罗文 同样他也是一位天文爱好者 在野外发现一个怪异的深坑 走进查看发现一颗鸡蛋大小的石头 用尽全身力气也无法将它扭动分毫 这时父亲的铁锤却被他吸了过去 直到找来起重机将它带回实验室 证实了那颗石头是一颗宗矮星的碎片 这种物质在宇宙中非常多 当一颗恒星走到尽头时 燃烧过后就会形成这种高压缩物质 其密度非常大 十分罕见 这无疑是科学的巨大发现 经过不断的推理 怀疑月球表面会残留更大的宗矮星碎片 这样会直接导致月球重量增加 致使月球轨道发生改变 这时天文台传来消息 他们的预言成真了 此时的月球轨道高度下降了9万公里 这一结果令大家不知所措 赶紧联系高层组织专门研究小组 经过分析发现 此时地月磁场相互干扰 随着运行逐渐会形成弹弓效应 致使月球转速加快轨道也随之发生改变 导致它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然而此时的大街上各种怪异的事情接连发生 一艘上千吨重的货船突然离开海面上升 同样街上的车子也不受控制地向天上飞去 整个区域失去了重力 这时由于一星期前 一颗超密度的宗矮星撞击月球 导致其轨道偏离 根据推算将在39天后撞击地球 内视人类将不复存在 整个高层赶紧探讨应对方案 天文学家认为避免灾难的发生 需要让月球回到原来的轨道 提议向月球发射核弹 通过反作用力将月球推向太阳的引力范围 然而这个提议很快被军方认为存在风险 或许没有让月球回到原来轨道 反而会产生更多的碎片砸向地球 对此观点一直争执不下 此时灾难再次发生 全国开始大范围停电 导致多区域信号中断 行驶中的火车也失去重力飞向了天空 短暂的失众导致各地灾难频发 人类在大自然的面前显得如此弱小 懊悔的高层此时终于同意了天文台的意见 向月球发射核弹 同时与世界各国取得联系 这一刻没有国界之分 大家融为一体 共同面对这场人类的灾难 此刻无数枚核弹同时在宗矮星撞击点引爆 然而人们引以为傲的武器 面对如此巨大的月球犹如沧海一速 丝毫不起作用 不久后太空监测的数据 让人们的心情再次落到极点 由于这次轰炸 让月球无规律的翻转加大了运转速度 撞向地球的时间提前了五天 这一结果无疑是雪上加霜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时 天文爱好者罗文有了其他发现 他提出之前对月球密集的轰炸 使月球内部的宗矮星向月表移动了数公里 可以向月球内部投放一颗磁脉冲导弹 使月球核心成为一颗磁铁 通过异性排斥的原理 这样就可以让带有磁性的宗矮星自动飞出 而现在月球裂痕情况复杂 需要派人上去投放内米探头 绘制出内部地形图 然而这一任务或许有去无回 毕竟返回苍想逃脱月磁的机会十分渺茫 经过短暂的思索 罗文与大卫二人决定前往月球 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 一颗宗矮星撞击了月球 导致月表形成数千公里的沟壑 宗矮星的碎片更是让月球重量加剧 使其严重偏离原油轨道 致使地球人类灾难不断 为了解救全人类 四名科学家坐上火箭飞向月球 需要在其表面绘制出沟壑地图 引导地面发射脉冲导弹 这将是一次有去无回的任务 在临近月球时与亲人做了最后的告别 很快飞船降落在月球表面 时间紧迫赶紧在月表安装脉冲仪器 结果在安装第五卷时始终提示错误 而原因还无法找到 眼看月球轨道离轴线顶点越来越近 为了保证准时绘制地图 罗文与康尼制好驾驶飞行器 进入月球内部人工绘制 与此时的紧张相比 地球上的人类开始平静地享受最后的时光 做着平时没有时间做的事 而此刻月球距离轴线顶点还剩一个半小时 这时大卫成功地将脉冲仪器组装完毕 只等待传回的地图数据 罗文制好驾驶飞行器加速朝着月星降落 这时月球运动导致大量的碎石撞击船体 飞行器失去控制高速下坠 随之便与地面失去了联系 所有人看着屏幕不知所措 如果他们牺牲了 也就意味着人类难逃被灭亡的结果 片刻间通讯再次恢复 发现二人掉落在一处悬崖边上 而此时的康尼早已命悬一线 罗文努力地将他拉回身边 结果他还是掉进黑暗的深渊中 失去同伴的罗文悲痛不已 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 好在大卫及时地提醒 重新振作的罗文找到绘图仪器 发现早已损坏 而此时月球距离轴线顶端只剩下七分钟 开始把地图传送给月表的大卫 等待传送完成 果断地将磁脉冲导弹发射 而此刻的罗文由于飞行器损坏 已经无法回到返回舱 而舱内的大卫要坚持去救回罗文 此刻还有一丝理智的队员 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启动键 看到队友们成功离去 剩下的罗文在月染画出一颗爱心 对妻子做出最后的告别 此刻脉冲导弹从他的头顶飞过 冲进了深不见底的月球内部 随之而来的一阵闪光 整个月球成功地被刺化 宗爱兴也按照计划被排斥出月球 大卫二人也坐着返回舱飞回地球 成功地阻止了这场灾难 月球也逐渐地回归原来的轨道 此时天空中的月亮虽然被一分为二 但这个世界还在 人类文明还在延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